男人会不会呢 一样会 你很特别这招 普通男人也玩得66的好吗 当我们遇见一个外星很好的 很受欢迎的男生 不管他是什么职业 对你展示出了独有的爱慕的时候呢 开心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点理性 理性就在于 一 你分析下这个人的恋爱口碑 买护肤品都会看评论 看个一两个小时才决定买不买 你谈恋爱你不看评论 一个花花公子 突然在你这里上岸了 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小概率的事件 你喝饮料喝了几十年了 你中几次再来一瓶 连再来一瓶都中不了 你就能中这个花心大帅哥独有的爱了 大夏天的给你来一桶冰水 让你冷静一下 第二呢 和你相处过程当中 这个人人品怎么样 其实是要你自己好好观察的 这个观察的前提 当然是把这个花痴滤镜给摘下来 很多女孩子被骗之后 其实最后悔的 并不是这个人有多坏 而是自己有多锤 回头复盘这段恋情 就会发现自己很多细节都会有看清楚 细节绝对体现人品 那么细节我们怎么看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人 他对他身边的人 在你面前是怎么评价的 他是不是经常诋毁他身边的人 总说什么钱也有的不是啊 老板很坏 同学都是恶人啊 父母也不怎么样 总之嘴里就没有一句好话 要不然就是孤独寂寞冷 生活好惨 就靠你这个话筒用肉体治愈 要不然就说自己钱不够 就差你账户上的三千块钱 他就能完成A股上市了 就是这种细节啊 别人是帮不了你的妹妹 只要你自己带脑子 去好好分析 我这里真的是有很多妹子 后台留言是被人骗钱了 一个人是没多久的人 问你要钱 问你要身体 问你乖不乖 哎呀留心眼了 还有很多妹子 真的很神奇 连见都没有见过 就凭几张照片 凭几个语音电话 凭几个五开二的红包 几句我爱你 啊就彻底沦陷了 给人家几百万几百万的这么转 关键自己还没什么钱 节衣缩食都要为爱痴狂 觉得这个男神爱我了 我就要不顾一切 想要温温 你敢不敢 你可真敢啊 恋爱结婚本身是需要激情的 如果人太理性的话呢 就会觉得单身更香 哎这个话我同意一半 我觉得任何的感情 一定要有理性的成分在 无论如何做人 就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在 没有理性的爱情和婚姻 就是很容易翻车 而且呢很容易把自己搭进去毁掉 良好的爱情和婚姻 是建立在一定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应该是激情里有理性 理性里有情分 哎最最最最后啊 就是伯母才数学起 真的没有资格 做每一个人的爱情导王犬 所以有很多妹子啊 就是给我发说 伯母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真的就是凭大家的知言骗语啊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做出一个理性的分析 我觉得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与其告诉你这个人合不合适 还不如告诉你 就是什么样的人 可能比较接近合适 哎真是太累了 每天看那么多私信 大聪明一点啊 伯母 我好感谢 Says 感谢观看